远从日本飞抵台湾的班机缓缓滑行 搭载的不是旅客 而是日本暖心援助台湾的124万剂疫苗 就当台湾民航局航管员引导日航班机降落时 不禁真情有路 短短几句话流露台日坚实情谊 当天夜晚原山饭店的外墙亮起了感谢的日文 台北101也打字点灯写下合作对抗疫情 台日友谊长存携手前行等字样 随后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 台北101用五种字样写下的感谢 强调台日友谊 不过其实日本捐赠台湾疫苗的这条路上并不平坦 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接力抨击日本政府赠台疫苗 不会得逞批评日方干涉内政 同时不断透过外交管道施压 就连疫苗来台前的最后一刻 中共驻日大使馆还派公使威吓 我们必须告诉中国 人性是一个最基本的考量 如果你在国际上阻挠台湾正常取得疫苗 却又希望送疫苗来笼络台湾人心 不止台湾人 全世界没有人会接受这样子的两手策略 以及把人命健康防疫当作政治手段来操作 其实当日航班机抵达台湾后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随即在推特转发新闻写道 安全到台湾 这句话似乎透露着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 还有眼尖的航空迷发现 当日航飞到东海上空之际 一架美军海军陆战队侦察机 从冲实美军基地出发 一路跟随似乎有意发出 美国我正在关注的讯号 患难中日本的暖心原著写下历史的一页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发文指出 我们并不认为日本的报答多么完美 只是尽力做现阶段能做的 但真的非常多的日本民众 真心希望为台湾朋友做事 引发台湾网友号召发起暗战行动 希望一起到日台交流协会的官方Facebook 说声谢谢 至少达到124万个感谢 不少网友透过留言 向日本传达最深的感谢心意 新唐人雅帝电视 赵图云高建委员台湾台北报导